哈囉,大家好,我是Sonia 我是Ken 今天影片是一個特別計畫 我們要來福岡的 天神區看房 哈囉 大概是我們家的四、五倍大 這真的很小 全新的 超級扯 我剛沒注意到 今天要感謝當地的房地產 Anthony 不是,是房地產好不好 房地產經紀人Anthony 因為他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人 根本看不到的 就是在當地的日本 租房子是多少錢 這次主要看的房子 都會在福岡的天神區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有點台北中山區 結合民生社區的那種感覺 有百貨公司 但是有非常非常多 獨立的小店、咖啡廳 還有餐廳的選擇 我自己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區 那今天我們會來看五間房 價錢從低到高 然後它裡面有 和室、西室 還有從比較老舊到 比較新的到比較老舊的都有 有全新的建築 還有超化到不行的豪宅 那最後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一間 會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呢 敬期待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第一站 是一個小的公室 然後超妙 它其實是我今天中午吃午餐 旁邊的一個建築裡頭 這間公寓的樓下 有住戶可以使用的腳踏車停車場 同時也具備電梯 我們這裡配合五個人 包括拍攝師 跟大鏡頭 別走 進來 記得日本要拖鞋 那這整個公寓大概就是15平方公尺 換算成平數就是4.5坪左右 第一間房間走進去有一個可以放洗衣機的地方 那再往前走的長廊 右手邊是一個簡易 左邊則是一個比較小的浴室 雖然有些人需要側身才能走進去 不過日本空間再小 浴缸還是要有的 再往前走則是一個目前完全淨空的房間 外面則是有一個陽台可以曬衣服 那想問這個位在福岡最熱鬧的天神區的小公寓 要多少錢呢 35,000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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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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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認真用手機換算了一下 所以35,000日幣 目前就是大概7,600台幣 跟台北比起來還比較便宜 而且是有小小廚房小小浴室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空間跟陽台的那種 而且地點超級超級超級市中間超級好 大概就是走路不到5分鐘就會到地鐵的那種距離 而且是怎麼講最high最多咖啡廳 然後餐廳選擇的一個區域 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公寓 屋領跟第一間一樣是40年左右 但是在租金只加台幣1000塊的狀況下 多了5平方空置的空間 大家覺得這樣能租到什麼樣的房子呢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第二個 然後它叫做 Kopo Nakashima 這間公寓位在二樓但沒有電梯 上了樓梯以後踏進玄關 右側邊是一個面窗的簡易廚房 比起第一間的廚房只有一個小小走道 多了很多站立擺放餐桌還有收納的空間 左側則是一個有點阿公阿嬤家感的浴室 有神秘的燈光跟花磚 那再往前走則可以抵達鋪滿了榻榻米的盒室 By the way 瓶這個單位其實是因為 台灣受日本殖民採用的 一瓶等於大概兩張榻榻米 那這間房間能擺放六張榻榻米 大概就是三瓶的大小 它有兩扇窗戶採光非常的好 還有一個哆啦A夢的衣� 有時候朋友來訪的時候可以把床墊收起來 這樣子空間運用比較彈性 來給大家感受一下這個五槓有多小 所以基本上這個住室我們剛剛猜的價錢 它是三萬九千円 那這個價格就是換算成台幣 其實跟前面那間差不多 然後上一個property是39年這個40年 所以其實兩個是差不多老的 不過可以看到它的裝潢就是 比較老一點的這種瓷磚 然後榻榻米 如果是以年輕人來講 他們比較不想租這樣子的房子 然後這次有電視台跟我們一起裁判 然後他們就說其實他們還滿喜歡榻榻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品味 然後剛剛跟我們一起來的匈牙利女生 也說其實她很喜歡榻榻米 如果她可以選的話一定會選榻榻米 那麼大家覺得如何呢 歡迎來到第一個Sonia的日本房地產觀察 之前在京都住的時候都有發現到說 他們的房子有一定的規定 例如說藍色的屋頂還有差不多黃色白色的牆面 就是不可以用太跳的顏色來影響到市容 但是我們剛剛在走的路上就有發現 居然有紅色跟黃色的陽台非常的驚訝 然後就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就發現說 福岡這邊其實主要是跟機場比較近 所以會有一些高度的限制 然後剛剛發離島的朋友就說 他們那邊的限制就是你的房子 不可以高過棕櫚樹 那匈牙利的朋友則說 他們那邊的房子就是要低於教堂這樣以示尊重 接著他們就反問我說 那台北的房子有沒有什麼限制嗎 然後我回想了一下台北的市容 就覺得 就是有一些鐵皮屋啊 水塔啊 或是陽台擴建之類的狀況 嗯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第三間 property 然後它是跟前面兩間比起來比較現代的 然後樓下就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甜點店 然後去樓上看看 你看看 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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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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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間高級超級多 而且空間超級超級大 整間房子都是全新的 超級扯 一鏡面的左手邊是一個半套的廁所 接著再往前走則是衣櫥 走到底則有一個全套的衛浴 可以擺放洗衣機 也有淋浴和泡澡的選擇 那門口的長廊往右轉 則會走到一個開放式的廚房和客廳區 並一路延伸到外面的陽台 而在廚房客廳旁邊則是有隔出一個西式的房間 那想問大家覺得 這樣的房間月租是多少呢? 哇 剛剛公佈這裡的價格了 我覺得超級扯 因為這整個房子是新的 然後空間超級大 如果是一個夫婦或是一個比較小的家族 其實超級讚的 日本的房子基本上在租屋的時候都會是空屋 租約是兩年起跳最常見 比較少也會有一年的租約 外國人剛來這裡的時候比較不習慣的是 禮金文化 禮金是日本從戰後流傳到現在的一種習俗 目的就是要感謝房東把他的房子租給你 金額大概就是一到兩個月的房租 那除了禮金之外還有 概念上很像是台灣的押金 主要是當你的房間有損毀的時候 屋主可以從這筆錢裡面去扣 金額也大概是一到兩個月的房租 那這樣總總算起來 你剛簽約的時候 其實就要準備至少五倍的房租費用 才比較適合 那這些費用還不包含 搬家的費用跟採買新家具的支出 今天是第二天的Property Tour 我們今天會去比較高級的 所以我們要 Behavewell 今天有這位男子加入 看來他不屑看那種便宜的房間 他都是挑奈良的來看 是不是啊 我是攝影師 他們平常不在那些地方 第四間我們進入 有管理室跟櫃台的大樓 他位在23樓 可以俯瞰整個福岡市 天啊 天啊 那有十三樓 十五樓 踏進玄關後左轉則是第一個房間和全套衛浴 第一間房間 第一間房間 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寬敞的浴室 然後這是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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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浴室 乾室分離 踏進玄關後右轉 有個半套的衛浴 這是一個半套衛浴室 對 另一間廁所 長這樣 半套的就是純馬桶跟洗手這一種 再往前走則是開放式的廚房和客廳區 除了兩面窗戶外 還有一個可以看超級好風景的陽台 採光非常的好 但是景色 你也不可以看到公園的地方 哇 我甚至不知道公園這麼近 哇 它就在那裡 那右手邊則是一個有更衣式的房間 房間大小大概在四坪左右 應該算是主臥吧 然後有一個walk-in closet 你需要walk-in closet嗎 老實說這間房間的景色雖然很好 但是深色木質的地板和家具都不太是我的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猜猜看 這樣的房子月租要多少錢呢 $6,700 喔 是嗎 是嗎 因為它是一個房子的房子 是一個房子的房子 我猜2000美金 然後答案是2700美金 所以其實差不多是86台幣一個月的月租 你喜歡這個房子的房子嗎 還是那個房子你昨天看到的 我一定會喜歡昨天的房子 我會喜歡這個房子的房子 我會喜歡這個房子的房子 這裡如果買的話要2000萬 但是我這個房子的話 台北應該是買不到了 最後我們要來參觀本次最浮誇的房子了 這應該是你們有看到的最貴重的房子 我會喜歡這個房子 它佔了一棟建築的三樓四樓還有頂樓 一近旋關右轉後 是個大約11坪的客廳 廚房和中島都非常的浮誇的大 哇喔 超級巨大的中島 大概是我家的四五倍大 再往前走 則可以連接到一個大約5坪的合室房間 和一個衛浴 等下什麼 我剛剛沒注意到 欸這超級巨大的 而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客廳和合室往外 都可以連接到這個 簡直大到不可思議的露台 再來往二樓走 迎面而來的是一個長廊 哇 如果它的二樓跟一樓比較大 真的很浮誇 不過 這就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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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沙納 沙納 沙納 大家 哇 哇 哇 又轉是一個有雙洗手台的浴室 左邊還很扯的有自己的沙納屋 自家可以坐沙納 看起來其實 坐一下可以坐著兩三個人 很浮誇欸 而再往前走 則是一個按摩浴缸 跟一個有遮蔽的戶外天台 二樓的浴室 超級浮誇 你看這裡有一個戶外的座位 這樣露天 所以你想要吹個風可以到外頭 然後這裡就有自己的 JACUZZI 可以在這邊泡澡 那走廊走到底 則會是一個格局相較單純的房間 在沿著走廊往前走 右手邊會迎來我們的主臥室 它有兩個門 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WALK IN CLOSET WALK IN CLOSET 好扯喔 好扯喔 這是一個桌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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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 房間的天花板再上去 則可以通往五樓的閣樓空間 小小的ROOF TOP空間 採工其實都很好 我自己很難想像在市中心的市中心 還能有這種鬧鐘取進這麼大的空間 那相信大家在看完前面的空間 現在對福岡的租金也稍微有一個底了 大家覺得這麼大的一個 將近兩層半的空間 月租要多少錢呢 55,000 USD 喔 喔 所以它是80萬元 5.5千 對 5.5千 5.5千 抱歉 那太難了 這間房子是36年 然後這是整個不動產公司 它六年前買的 因為他們的社長想要住在這 所以社長的TAPE 就長這樣 好 終於看完了 對 所以你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在福岡租房子居然比台北還便宜耶 就是8千左右就可以租到獨立的房子 而且還在我最喜歡的一區天神區 第一間 第二間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我覺得雖然第二間的和室它比較大 然後也有兩面床採光比較好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一間 就比較現代一點點 不會有那種 怎麼說住在阿嬤家的感覺 那你覺得第二天看了豪宅你覺得如何呢 對我來講第四間它就是 位在高樓嘛 然後Viu確實是很好 然後空間也很大 有什麼walk-in closet之類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 它的家具都是以那種深色的木頭 深色的地板 然後深色的門 對我來講是比較偏老氣一點的狀況 所以我自己第一眼看是沒有非常喜歡的 然後第五間的話 我覺得它就比較適合當作那種很多朋友一起 租然後一起去旅行包裝的那種房子 對 就是這麼大的廚房 你們兩個人在主廚實在也是有點too much 有一群人可能可以一起在露台烤肉啊 什麼一起享受一起玩 這種是比較理想的 對 然後搭照感覺很麻煩 對啊那個感覺是可能就是 一群朋友去幾天然後租這樣 租個兩餐廳去玩 對蠻適合當一個vacation house 但平常租感覺有點過大 整理起來也會很麻煩 所以總而言之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第三間 我覺得它的裝潢就是那種淺目白色這種 比較無印明亮的感覺 然後又是全新的建案 而且其實分擔下來一個人大概 月租是一萬六億 兩個人租到的這種空間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所以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間 那想請問大家 剛剛那五間之中最喜歡哪一間呢 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那如果大家想要進一步了解我們的房屋資訊的話 我有跟Anthony要到了所有我們房間的一些網址 我都會把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也可以再點去看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 喜歡的幫我們按個like 就這樣囉 請大家見諒他不再熟悉講這些話 好的那我們就到這裡掰掰 這兩天看了總共六間房地產 五間五間 五間喔對對對 我的話我會選擇 因為我只看了兩間我只能選第一間啦 哈哈哈哈 這個影片就太誇張了 就這樣好 Bye Bye